今天我们邀请朱欣怡 朱欣怡抗癌成功 在当时我们知道 在2020年11月那时候是健检 发现左右都有一公分的纤维腺瘤 后来在隔年发现胸部大小不一会摸到 你形容说是一个会动的东西 安排检查之后发现 幼乳有三颗两公分的肿瘤 确认是乳癌二到三期 而且扩散到淋巴 之后就装人工血管 我之前看你的访问 你好像形容说 医生讲那个超音波是张牙舞爪的 对 听说 听说大部分的人都会讲说 外观看起来不是很规则的 大部分都是不太好的东西 如果外观看起来是圆弧状的 大部分大部分是好 但是也是有不好的 我的刚好就是很明显 看起来就是一个恶分子 隔天就切片 所以就确认 一个礼拜后就确认的确就是乳癌这样子 对 所以当时其实蛮 因为时间那个进程很快 就是一周 没有像其他人就是 我可能挂号就挂了很久 排检查也排了一个月那种 没有 很快的 所以在那个一个礼拜当中 我觉得是我人生中最漫长 然后最煎熬的一个礼拜 我们看到2022年 你就开始进行数前的补助治疗 先打六次的化疗 36岁生日那一天公开宣布你 罹患乳癌 我们都在新闻上看到了 后来5月你进行了切除跟重建手术 手术时间 哇 长达17个小时 术后回诊 医师讲说剩下原胃癌 但还要再打12次的标吧 你这倒是有家族史 应该是讲说 我发现有这样生病的时候 他们才问我说 有没有人 家里有没有人得过 那我就会回想 我姑姑有 那当时我发现的时候 我姑姑还没有复发 我发现没对我姑姑复发了 然后后来转移到甘童年 就是去年的时候 8月就发现她 转移的蛮严重了 因为肚子就变很大 后来发现转移到甘 那9月就过世了 所以其实蛮 蛮快的 那我外婆也是 可是我外婆比较幸运的是 我外婆 她发现的时候是原胃癌 那当时的技术是我 我大概很小 大概国中的时候 所以很快就切掉了 那也没有扩散什么的 所以也没有做化疗 也没有做放疗这样子 你在化疗的时候 非常的辛苦 听说你打一次化疗 哇 那个肠胃不适 甚至便秘了5天 非常辛苦的 当时我想要分享的原因 是因为 每个人的化疗副中 都不同 那我的是这样子 我觉得可以让 还没有开始做治疗的人 有一些心理准备 我的很多人腹泻 可是我却是便秘 便秘得很严重 然后 所以我那个时候 打到我蛮害怕上厕所的 然后我会整个胀气 到像怀孕 七八个月 你是没有办法躺着睡觉的 你就想像怀孕最后期 然后躺着也不舒服 坐着也 你只能就是斜斜的这样 围靠墙 没办法躺下去 也没办法翻身 我到现在也一样 我的指甲 是全部都是 卡卡卡卡的 然后我不能穿毛衣 如果我一穿毛衣的时候 它就会直接 像线具一样 直接勾到里面 然后一路这样裂裂裂 然后我就会满下都是血 真的是辛苦了 对 满多幅作用 不过你的故事 真的影响很多人 像你前面有两张手板 有一张这个是人工血管 你自己形容说 这个人工血管很像是 缝一个扭扣 对 当时它其实就是 人工血管坐在我的 胸部的上方一斜斜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那 刚坐好的时候 其实那一整个月 都没办法动弹 因为 举手就酸 然后睡觉也不舒服 然后拿掉反而没有太多不舒服 但是刚装上去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 那个勇气模式要开启 然后要做一个很不一样的生活模式 对 所以那个时候是真的 然后你看 装人工血管的时候 它会贴一个大的纱布 一块这样子大的纱布 为什么我这边会有很像淤青的 是因为我严重的纱布跟胶带过敏 所以我粘一圈 然后撕来撕去撕来撕去的时候 这边就整个蚊子 本来是深红色 后来变暗红色 真的是已经有点后面了 对 所以那个时候 有一点可怕 想到就觉得 不能再回去了 后来欣怡把她的心路历程 出了一本书 其实我在医院的时候 有跟护理师聊天 因为他们看到我们心情很不好 他们也会稍微陪我们聊几句 我就问她说 你们有没有发现 就是这些乳癌的病患 大概都是什么样个性 她说 很多老师 然后很多女强人 然后工作上非常得意 什么事情都很定睛 连开始打点滴都会问说 现在几点几分 然后会开始计算 到底几分 就是非常 生活在一个很高压的状态 然后也不肯放过自己 完美主义 后来想想 我也不是老师 我也不是女强人 那我怎么会这样 但是你知道妈妈病 其实就是会 会让自己变得很高压 但我觉得这样是不行 所以我觉得这一本书 其实是一种体悟 让我知道我自己原本是很快乐的 但是为什么我的人生 被我过成这个样子呢 所以我是希望用我惨痛的经验来告诉 就是大家 女生们 就是要更好好的爱自己 我是光文英 请到聚焦2.0YouTube频道 进行订阅 同时到聚焦2.0FB点赞